一组诗 不是一首诗 我也不信他 你也不知道 我带你看的这个 这是这一组诗的最后一首 苏氏到了杭州之后 然后就写下 不久就写下这一组诗 然后呢 看看这是这一组诗 最后的这一首 未成小影聊中演是什么意思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个演示 这个分大中小的 大中小 这是瞎语 分大中小 大演演于野 小演演于野 中演演于世 大演演于巢 大演怎么演于巢 说你这个演示这个水平不够 你必须得到 下演 这个野是对着 这是人多的地方 这是人少的地方 比如说 荒山野脸 跑到沙里去归隐 你这个修为不够 必须得靠外界的环境 来帮助你 内心平静 能有那种演示的这种心情心态 这个事呢 操杂的地方 市场人多是吧 所以闹事 闹事 闹事 我特别要听这个闹事 闹事 说这个水平再高一点了 他可以在闹事里头 就能求得演示那样的心境 心境 说什么叫大演演于巢啊 大演 真正高级的选手 嗯 于巢是什么呀 做官是吗 做官那个人呢 首先他要 争名夺利 在官场里 你先别说他 是不是争名夺利啊 你先别说他 是不是要争名夺利 你在官场里边能生存 就不容易 而且呢 他每天要面对的 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小事情 都是政治上的事情 和一些治国的一些大事 还有打官司 还有打官司 总是这里边 他的心情是更难 求得那种演示那种状态 那种平静 自然田径的那种生活 所以说呢 你看 如果说你是个大演 代表什么 代表我能在如此 做官的这种客观环境下 我现在是当官的人 我还能像演示一样 内心的是平静的 这很难是吧 就像你比如说 你同样是读书 把你放在一个 特别安静的环境下读书 能读得就快 和旁边给你放一个哆啦哀哑 大电影 你说你现在还能看得下去吗 看不下去 对吧 尤其你比如说 让你算这个数学题 让你背这个英语诞词 就更难了 是吧 那我经不下来心了 为什么说 大影 大影就这样 所以说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 大影 中影 小影 是什么呀 是人呢 永远同时活在 两个世界里面 一个是人内心的世界 一个是外在的世界 人永远会同时活在 这两个世界里面 比如说 我现在看一个 看一个电视 看一个喜剧 是不高兴啊 但是比如说今天 你考试考了三个大鸭蛋 马上要回家 跟爸爸妈妈来交代 这三个大鸭蛋的问题 你的外界环境是什么 喜剧 这可以发现 特别开心的喜剧 喜剧电影 高兴不起 高兴不起来 所以说这就是你内心 和你的这个外在世界 不一定是一致的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有人啪 给你个大嘴 生气不 生气 生气是吧 但是如果这个人 是个小婴儿 才这么长 刚出来可能是几天 你生气吗 生气 还生气 那我也不能不生气 但是你生气的程度呢 不生气不起来 生不起来气是吧 所以说 你内心的这个世界 和你外在这个世界 有的时候是不同意的 什么样不同意呢 你内心世界越强大 你越不受到外界世界的影响 这就是分出大中小 影视级别的原因 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在这首诗里边 所谓的这个小婴 真就是这个 小婴儿 小婴儿 然后这个中婴 还真不是这个中婴儿 他引用的是谁 记不记得白鱼一先生 白鱼一先生 白鱼一先生 写过一首诗 这首诗就叫中眼 在那首诗里边 他是把什么定义为中眼 闲关 这是不是关 但是这关 不太重要 挺清闲的关 闲关 当时他也是失忆的状态下 当然的年纪也很大了 所以写了这么一首诗 然后你看回过头来 人在说这首诗 说未成小婴 我现在连小的婴儿 还怎么样 还没做到呢 我还去 开始聊什么了 开始聊重婴的事了 那就像那说的 我走路还没会的 我现在开始就跑了是吧 你去这跑咋跑 我现在小房子还没背棋呢 我现在合就要买一大别墅是吧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经常我说 苏氏会用 把两个字用在自己身上 自嘲 这又是在自嘲是吧 然后可得长弦 圣赞弦 是吧 什么意思 我没有成为小的婴儿 我现在我这水平 跟婴儿不搭边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居然成了什么 成了闲关了 因为什么 原来在朝中 有理想 有报复 要为国为民 但是 不得志吧 我申请出来 其实他也没闲着 他在杭州也没闲着 但是他就说 你看我现在就一闲关了 怎么样 自己拿自己调反是吧 所以他说这句 我小瘾 还没成呢 怎么样 我就 跳步了 开始研究中文演的事了 然后自己洋洋自得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怎么样 我这个 闹一长弦 这多好问题 你们放的是小长将 我放的是一个 大长将 我放一暑将 这怎么样 你们比不了了 你看又有他当初 那个去黄州 我还记得 大大眼泪 然后 我本无家 更安忙 哪里去 我本台就无家 他这句话 说的是真事吗 不对 怎么都没有家的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讲 这句话 是半真半假了 半真半假了 说半真呢 他这个心里边 是有这种心态的 无心安住 记得那句是吗 无心安住便是 无心安住便是 我的心在哪 安定下来 哪个地方 就是我的家了 而且有一点 苏氏本身是信佛的 虽然咱们不懂佛教 但是佛学 信奉佛教的人 他的性情肯定是 就像刚才讲的 你绝对是有那种随意而然 很清心寡欲的 然后最后一句 说故乡无死 好 狐山 你看啊 就是这个苏氏特别典型的 那个特点 去黄州 去黄州的时候发现什么 那里面什么 好如连山 绝笋香 是吧 还吃鱼呢 这里边 有笋 有鱼 有鱼 然后在那边吃猪肉 写猪肉送 是吧 然后给贬到惠州之后发现 日旦立志三百克 互房常作 岭南人 是吧 你看到这 这也是 互相无神 说光 说这如初 你们来过 要不你们也翻点臭 还是大体上 你想想还是那个套路 刚开始开怎么样 自嘲是吧 自我调盘 调盘之后呢 然后一种 减便宜卖乖 减便宜卖乖 那个就是吧 其实他当时是不得知 这就是我们喜欢苏氏的原因 在他这种不得知的情况下 他居然还能摆出一副 减便宜卖乖的这种表情 然后这一句呢 是稍微有点 有点合理的 还有点 将来呢 有点 谢谢 这一句呢 缠的 还有点 这种缠的 这种意味 最后的一句 在我看来 像这两句都是 减便宜卖乖的一个 一个表现 所以说 我这就是 苏氏的这个文章 越读吧 你越觉得 这有意思 他和李白 杜甫 陶渊明 不一样 对 好玩 我知道说的是什么 他那种就是不服 不服 picking 担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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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转不开